刘国梁个人账户遭球迷围攻,为何四个月一点座位都没有? 这次球迷为了孙尹莎,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,请动动您发财的小手长,按点赞三秒谢谢。 在休斯顿市拼赛之后,拼写主席刘国梁就受到了球迷的围攻。 他的个人社交账户上到处都是留言,大多数都是因为孙尹莎的问题而发言。 原因就是刘国梁在孙尹莎教练问题上不管不问,到黄海诚离开之后,四个月没有安排教练。 孙尹莎没能够在休斯顿上实现三连贯,很大程度上,就是因为没有主管教练才导致,毕竟本次休斯顿市拼赛中,孙尹莎2比1领先王曼玉的情况下遭到逆转。 最大的原因就是孙尹莎没有自己的教练,赛后的邓亚平也表示了孙尹莎的无畏失误有点多。 毕竟之前刘国梁打赢,要给孙尹莎更换主管教练,然而这个事情时隔四个月都没有进展,所以很多球迷疯狂对刘国梁账号进行留言。 说实在的在这件事的处理上非常不妥,毕竟一个球员四个月没有主管教练,期间如果遇到问题的话,自己没有教练或许就找不到问题,毕竟教练才是自己遇到问题,给自己解决的人。